五亿高中生案 专案小组依据各种的激赠 列出了十点证据 几乎排除他杀的可能 但是证明下信配偶 虽然可能躲过杀人重罪的追溯 但是也有新的事证显示了 他是随机找路人来办理结婚登记 两个人根本没有热恋的照片 或者是任何甜言蜜语的相爱证据 要是认定是假结婚 他也没有办法继承五亿元的房产 五亿高中生跟下信配偶同框 坠楼前两人搭电梯上楼 都几乎没有交谈 下信配偶说他们是相爱结婚 但专案小组有心事证 双方认识半年间 毫无一般热恋中情人的情话绵绵 没有什么聊天的记录 或者是什么出游吃大餐 这些都没有 而且律师看当时登记的影像 从头到尾积极的都是下信配偶 他还以3000元代价 拜托大楼清洁阿姨当证人遭拒 死者则是畏缩在后 护证人员还以为要结婚的是别人 若认定假结婚 将无法继承5亿元房产 那高中生到底是不是他杀 检方依据科学采生的客观事实 罗列十大理由排除他杀 检方全部判定高中生是高处坠楼 而且也有目击者发现 有人坠楼未听到吵架声或异状 实际测量铁柱栏杆的高度 约135公分 死者高近170公分 根据大楼监视器 案发警下信配偶在屋内 但凭他一人恐难将其推落下楼 至于外界质疑下信配偶换疫 他声称返家不久就去洗澡 还有死者一到他家就开电视看等 都有证实 再加上屋内未打斗 死者体内也未咽出酒精 葡萄催芽剂或其他常见的 2000多种毒药物反应 针孔脖子伤痕都是急救时所留 监视器跟行车记录器 均未入到死者追楼过程 几乎排除他杀的可能 但家属还是质疑这是一桩谋财害命案 案情依旧扑朔迷离 记者中部众话报道